如果要举例高刺激度的刮物刀 很多人的答案会是MULA R41 那么哪一款第一刀片最锋利呢? 你的答案里一定有Feader 不过Feader好用吗? 如果你是Feader的爱好者 这个影片可能会让你的血压上升哦 请在别人的陪同下观看 Hi 我是Jasper 和Feader对比的刀片是Big Chrome Platinum 这两个刀片很具有可比性 Feader跟Big除了制造D1刀片以外 两家公司都有制作刮鬍刀的刀架 荷刀等等刮鬍用的产品 都是在刮鬍子领域很知名的品牌 我先讲结论 Big Chrome Platinum是Feader的终结者 绝大部分的D1刀片都是使用过以后变得更锋利 全新的刀片并不是最锋利的 只有Feader是例外 我们来看Feader在Refine Shape里面的数值 刚打开包装 新刀片的锋利度是32 以未使用的新刀片来说 这是所有刀片里面最锋利的 没有质疑 比第二名的Geland Asset 数值39还锋利很多 这里的数字越小代表越锋利 Feader在使用过一次以后 数值从32变成40 代表它变顿了 在使用两次以后 数值一样是40没变 它的锋利度没有损失 但是Refine Shape觉得 Feader在使用两次以后 失去了它的光滑度 锋利度跟光滑度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Feader刀片有Platian白金涂层 涂层磨损 刀片依然锋利 但是不光滑了 Big Chrome Platian 为使用的新刀片 锋利度是40 在所有刀片里排名第三 新刀片的锋利度 仅次于Feader跟Geland Asset 但是请注意 Big在使用过一次以后 数值从40变成33 越来越锋利 在使用过两次以后 数值从33降低到32 跟Feader最锋利的数值是一样的 讲白话就是Big使用过两次以后 跟新的Feader一样锋利 你可以从这些数值得知 Big Chrome Platian 跟Feader一样的锋利 而且越用越利 刀片寿命长 耐用性高 从新刀片到用过两次 Big的平均锐利度 数值是35 这数字是所有刀片里最小的 也就是说 在用过两次以后 Big是所有刀片里最锋利的 Feader是出道极巅峰 越用越钝 Big是渐入夹金 越用越锋利 在这里请注意一款刀片 Perma Sharp 使用过一次以后 数值达到惊人的30 这种破表的存在 如果以单一数值来看 Perma Sharp 才是世界上最锋利的刀片 黑色的Gillette 7 o'clock Super Platin 使用过一次以后 数值也可以达到32 跟Feader一样的锋利 所以Feader并不是锋利刀片中唯一的神 在Refine Shape测试的所有刀片中 只有6款刀片 在使用过一次以后 数值在35以下 其中4款刀片继续使用都会变钝 只有逆天的Big 不但可以保持锋利度 甚至还越用越锋利 如果你对Refine Shape感到陌生 或者不知道怎么看这个图表 请参考我们这一期的影片 在刀片耐用性上 数值1.0是基准 数字比1.0小 刀片边缘保持的越好 越耐用 Feader使用一次跟两次的数值 都是1.25 代表要比新刀片多花25%的力道 来切割胡子 讲白话就是刀片变得更顿了 不耐用 如果你细心一点 你会发现 Feader在所有刀片中 刀片耐用性是道主第二名 只比Treat Carbon好一点 Big Chrome Potion 使用两次以后的数值是0.8 代表它比新刀片还要锋利20% 使用一次到两次中间的变化是0.97 代表锋利度几乎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就是耐用的代名词 Big Chrome Potion 在所有刀片耐用性里排名第五名 以上我们得到一个简单的结论 Big Chrome Potion 跟Feader一样锋利 而且非常耐用 Refine Shape可以量化刀片的锋利度跟耐用性 它不能提现的是刀片的滑顺程度 接下来我们来验证Refine Shape讲的对不对 100片Feader在Emaron上的价格是49.99美元 1542台币 一张刀片要16台币 撇除炒作的Postilver以外 Feader大概是最贵的第一刀片了 大部分常见的刀片像Extra SP 一张只要3台币 200片的Feader会便宜一点 接近2500台币 相比之下 Big Chrome Potion 100片 16.32美元 504台币 它的价格只有Feader的1 3 雖然比普通的第一刀片 100片10美元 还要贵上一半 但是Big的售价 绝对对得起它的性能 诶? 这里先打个预防针 我之前就买了200片的Feader 所以这期影片 我没有故意要黑Feader 我也是有买200片Feader的人 Feader的包装 其实隐藏有不为人知的亮点 其他品牌的100片刀片 包装是长这样的 三折可以展开 有吊挂孔可以吊在墙上 或是像这样 一个纸盒 仔细观察Feader的包装 彩色印刷 上面有烫银 上面也有做吊挂孔 纸盒包装中间可以撕开 刀片是从这里拿出来的 侧面有开窗 可以看到刀片还剩下多少 真正让我意外的是 打开包装盒下面 在你看不到的地方 有一大块保力龙作为缓冲 而且为了不让这个保力龙掉出来 包装盒的底部 多做了这一长条形的纸材 这张纸上下围绕着保力龙 可以不让这个包装落底 不会从下面掉出来 也就是说这个包装用的纸 比想象中还要大张很多 要知道这些东西都会增加重量跟提及 会增加材料库存跟物流的成本 在看不到的地方可以做得这么用心 你不得不佩服日本人做事精致的态度 100片Big的包装虽然也有点心意啦 但是跟Feader相比之下 Big的包装看起来就很普通了 Feader刀片有黑底跟黄底两种包装 分别是一小盒5片装跟10片装 每一个包装盒里有20小盒 所以这两个颜色对应的分别是100片跟200片刀片 不同颜色的Feader刀片包装 只是刀片的数量不一样而已 里面的刀片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没有差别 打开Feader的包装 单层蜡直 刀片有固定蜡 固定蜡全名是Wax Stabilizing Dubs 它的功能是在运输的过程中固定刀片 避免刀片因为摩擦而变盾 Feader的固定蜡坐在中间 请记住这一点 后面会谈到 打开Big的包装 里面的刀片居然没有固定蜡 嘖 我其实还蛮担心这一点的 刀片没固定 很可能会GG 就像Lift的刀片 也没有固定蜡 Lift的刀片会那么难用 可能是刀片在使用之前 就已经被磨坏了 我注意到Big的包装纸 它的材质特别的滑 正反两面都很滑 明显跟别人的包装纸材质不同 也许这就是Big可以不用固定蜡的毛泥 这个是Feader在显微镜下的边缘 整个边缘加工非常一致 加工品质非常好 Feader的刀片有Platium白金涂层 整张刀片没有涂层脱落斑驳的状况 你永远可以相信Mate in Japan的品质 Big Chrome Platium是希腊制作的 它的刀片边缘让人眼前一亮 非常惊艳 除了加工的品质非常好 没有涂层问题以外 请看圈起来的地方 不同研磨的落差非常明显 Big刀片经过三次研磨 有Polymeric、Chrome Platium、Teflin涂层 第一次看到这么搞缸的刀片 请记住这个画面 后面也会提到 这是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组合 Feader加上Black Land、Black Bird 最锋利的刀片 加上刀片杆很强的刀架 我其实有点害怕把它放在脸上 出乎意料 这种组合还能接受 没让我受伤 不过Black Bird依然很清楚的告诉你 刀片的差异 Feader的感觉有点粗糙 那种刀片边缘像一块被拍扁的细细的砖头的感觉又回来了 Feader的刀片侧面并不滑顺 而且Feader放在Black Bird上 刮五刀发出的声音变得更响亮 这并不是好事 声音变大其实代表的是刀片震战 而刀片震战就是造成刮伤的原因之一 后来找到原因 记得之前飞的刀片中间的固定蜡吗 刚好Black Bird在底板中间也凸起来一块 固定蜡刚好就在刀片跟底板跟顶盖中间 增加了刀片间隙 这就造成声音响亮刀片震战的问题 如果固定蜡增加不了刀片间隙 它应该会被挤出去才对 在刀片间隙精度 要求0.01mm以内的安全刮物刀来说 固定蜡的存在的确会对刮物质造成影响 我后来把Fader上面的固定蜡刮出 刮物刀声音响亮、刀片震战等等的问题就解决了 相比之下 Big滑顺的程度让我惊艳 它可以很大程度的缓解Black Bird带来的刀片杆 使用起来意外的舒适 几乎跟一类Silver Blue、Persona Protein一样的滑顺 大概就像100分跟96分的差别 而且Big在切割鬍子上跟Fader一样锋利 这就有点不可思议了 机器制作的DE刀片滑顺度跟锋利度 通常就像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除非像磨直剃刀一样 对刀片边缘进行多次的 而且大目数的精细研磨 记得之前显微镜下的Big刀片吗? 这种非常明显分层的研磨痕迹 我曾经在大师研磨过的直剃刀上面看过 经过精细研磨抛光的刀片 可以让你在使用刀片侧面的时候 带来非常滑顺舒适的触感 Big刀片经过三次研磨 Polymeric、Chrome Platinum、Teflin塗层 应该就是Big超级滑顺又超级锋利的秘密 有这些塗层另一个好处是 我发现胡渣泡沫很容易被冲干净 而且刀片上没有固定蜡 也不会粘住脏东西 原本以为Big没有固定蜡 可能会让它的边缘受损 看来是多虑的 没有固定蜡在这里反而是优点 能够百分百发挥出刀架原本的性能 可以避免刮物刀变炒、刀变震战的问题 Big刀片中间固定孔的尺寸很正常 并没有偏大或偏小 理论上可以适应任何一把刮物刀 你应该有看过属性六角图 Big就是那一种把所有属性都拉满的刀片 不论是锋利度、滑顺度、耐用性 Big Chrome Platinum都是顶级的存在 除了价格比较贵一点 其他真的没话说 牛… 我之后一样把这两张刀片拿去刮腿毛了 公路车友在一起 腿毛还是要刮 针对刀片锋利度跟耐用性 我的结论跟Refined Shave一致 Feader可以开箱即用 越用越盾 光滑度容易上失 Big就不用说了 你可以把所有想象到的优点 全部夹在它上面 这两张刀片毫无疑问 都是最锋利的刀片 Feader在新刀片时是世界第一 Big则是新刀片时就很锋利 会越用越利 如果不是有Permashop这个怪咖的存在 我都会给它们满分十分 在锋利的刀片上要做到舒适是很困难的 Feader很锋利 但是使用感觉有点粗糙 是正常的表现 Big经过三次研磨 Teflen等等多层的涂层 让它除了锋利以外 还可以感觉非常滑顺 Big在刮过两次以后 耐用性数值是0.8 比新刀片还要锋利20% 在所有刀片里排名第5 Feader就比较惨了 使用过两次以后 数值是1.25 便盾了25% 在所有刀片里面倒数第二名 在性价比CP值方面 Feader100片要49.99美元 1542台币 可能是最贵的第一刀片 它的技能点数几乎都加在锋利度上面了 忽略了舒适度跟耐久性 不过它有世界上最锋利的刀片 这个卖点 勉强拉高了它的CP值 Big Chrome Platinum 绝对是被低估的刀片 背着钢笔的大头小人 看起来就不是很厉害 100片16.32美元 504台币 虽然比常见的刀片贵上一半 但是属性六角图几乎全部点满 这种不可思议的性能 就算价格高了一点 Big的整体CP值还是非常的高 要注意的是 Big的仿冒刀片非常非常多 网络上Big的评价毁育参半 很多人觉得Big使用起来感受不好 有可能是买到假刀片 请挑选有幸运的商家购买 不要贪小便宜 每张刀片换算下来 差不了几块钱 有些人会对Chrome镀刻涂成过敏 会皮肤发痒 你可以先买一小包5片试试看 不要一次就买100片 总结分数如下 我有点后悔买了200片的Feader 虽然他的确是世界上最锋利的刀片之一 Made in Japan品质也很高 但是花同样的钱 现在我会拿去买600片的Big 毫无疑问 The Winner is... BigKrongPuatian